新年已始,大陆高校招收台湾学生的工作就正式启动 教育部日前印发了关于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 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测能力测试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通知 根据通知精神,大陆具有招生之志的384所高校 将于2月底3月初同时在学校官网 海峡两岸招生服务中心网站和大陆高校面向高台地区招生信息网公布招生简章 目前复旦大学已在官网上公布有关招生的信息 反是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胞证 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且2021年学测成绩在语文、数学、英语考试科目中 任意一科达到军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请广大台湾学生关注上述网站 及时获取报考大陆高校所需信息 为了尽量避免台湾学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因素的影响 大陆高校将在维护考生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线上线下的考试 确保招生工作稳妥进行 台湾学生除通过学测成绩报考大陆高校以外 选择通过参加大陆高考、港澳台桥连招考试 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等其他途径 报考大陆高校的安排不变 近年来大陆高校办学质量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持续看好 为台湾学子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当前两岸关系虽然面临一些障碍 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 大陆有关方面将一如既往地为台湾学生来大陆 学习、深造、提供便利和服务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台湾学子 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把握机遇、赢得未来